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爹爹一笑道 天底下想跟锦衣卫做亲家的人还真没几个 你忘了当初我费了多少功夫你娘她才肯把你嫁给我吗 娘亲难得娇羞地笑了笑道 我娘那是故意装矜持 像夫君这么优秀的女婿 我娘是做梦都想把我嫁给你呢 我摇摇头 这小两口又开始秀恩爱了 而且还是在别人的家门口 我先走进屋去 发现云老先生住的地方跟平常人家也没什么不同 只是在院子中间的地上有一个乾坤八卦图 之前听存福叔叔说过 一般练的内功偏柔的都喜欢在家里摆一个太极八卦图 不一会儿从屋子里出来了人 走在最前面的是那个小姑娘 后面跟着的是云青子云老先生 云老先生今日穿着一身白袍 看上去好像比昨日更嫌弃了 爹爹瞧着他就抱了抱拳道 云老前辈 云老先生微微一笑道 你们果然守约 只是你们真的想好了 要让令郎拜老夫为师 爹爹微笑道 能得到云老先生的青睐 是犬子的荣幸 好 云老先生大笑一声 走到爹爹跟前 突然就一掌朝爹爹劈了过去 幸好爹爹灵活躲过 等我反应过来 他们二人已双双飞到屋顶上去了 我拉了拉娘亲的衣角道 娘亲 他们怎么打起来了呀 娘亲道 她们这是在切磋武艺呢 对你爹爹有信心点 天底下能打赢过你爹爹的人没有几个 我撇撇嘴 爹爹这么厉害 那我还拜什么诗啊 我直接跟爹爹学就好了 再一晃神 爹爹和云老先生已经双双落在地上 瞧他们二人在屋顶上打得那么激烈 一落地却都是脸不红气不喘的 果然都是高手 云老先生先大笑道 不愧是陆炳的儿子 好久没遇到能跟我对阵百招以上的人 畅快 畅快 娘亲眼睛一亮道 叔 你果然是认得我夫君的呀 那您和我公公是多年之友吗 没想到云老先生的脸色马上变了 他哼了一声道 什么之友 他是我师父 我瞧着这云老先生虚发皆白的样子 若我爷爷还在世 定也没他这么老吧 怎么还做了他的师父 却见爹爹也愣了一下道 却从未听家附生前提过此事 云老先生又哼了一声道 那是他也不好意思 跟别人说 这世上有老夫这么一个功夫比他高 年龄比他大的师父 当初老夫遇上他时 他也跟你一般大 老夫觉得他会跟不错想收他为徒 没想到那小子心高气傲 又狡猾 反将了老夫一军 害老夫徒弟没收成还做了别人的徒弟 他一直让老夫喊他师父 老夫岂会认栽 又觉得丢人 干脆避世了几十年 等出来的时候 却听闻他已经病逝 哎哎 当年如此意气风发的一个小子 怎么会正当盛年就病逝了呢 我听娘亲提起过爷爷 说爷爷又威严又严肃 比爹爹变成鹿言望时 还不苟言笑 似乎跟这云老先生描述的不大一样啊 云老先生说完就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爹爹也沉默了下来 娘亲知道爹爹是想爷爷了 赶紧笑着打破这伤感的气氛道 所以按备份来说 书还是我夫君的师兄了 那元宝败的这个师值了 元宝 还不给你师父磕个头 我呕了一声 刚要跪下来磕头 那小姑娘却突然跑上来 站在我面前 乃生乃气道 你叫陆元宝是吧 从今天起你就拜我为师 我做你的师父 我瞧着这个比我还矮大半个头的小姑娘 很了然地拉着娘亲的袖子道 娘亲 我怎么感觉他们在逗我们玩 然后我对着小姑娘道 你爷爷是我爷爷的徒弟 按照辈分来说 你应该叫我师叔 快叫我一声师叔来听听 小姑娘哼道 忤逆师长 该打 她的小手往我身上一推 我竟不受控制地往后摔了好远 直接就摔到了那乾坤八卦图上去 呜 好疼 可是我不能哭 被一个小丫头骗子打哭 太丢人了 娘亲也愣了一下 她上前去把我抱了起来道 说怎么回事啊 不是说你要收元宝为徒吗 怎么又变成这个小妹妹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